警民大作 救護車10萬火急高速往曼谷機場的方向 趕赴現場後 團團包圍眼前這架新加坡航空客機 因為這架原本從英國倫敦 飛往新加坡的SQ-321班機 在穿越安達曼海接近泰國時 遇上強烈乱流 緊急迫降在曼谷機場 這架坡音777-321R客機 原本在37000英尺的高空航行 不料碰上極端亂流 整架飛機在短短幾分鐘內 奏降6000英尺 機上多人慘遭拋飛 尿成一死至少71傷 其中7人傷勢嚴重 針對這起空中驚魂意外 新航不只持續在社群媒體平台上更新狀況 行政總裁吳俊鵬也親上火線 向所有受影響乘客和家屬致歉 很少發生意外的新航 強調會提供乘客機組人員 一切協助並配合各界調查 新加坡交通部證實已經派出一組人馬 趕赴泰國協助調查 英美專家也紛紛前往曼谷 新加坡航空向來被認為是全球最安全的航空公司之一 根據英國獨立調查機構Skytrax 以服務品質評比新航獲得最高五星 非安方面AirlineRatings.com 也給予新航最高七顆星品品 副比試也將新航排名在全球第十三名最安全的航空公司 就連公司形象也跟全球排名第二最佳機場的新國章夷機場相輔相成 在世界所有主要的航空公司對於客艙組員的訓練 除了畸形的不同之外 共同的項目有安全設備 水滅以及陸地上的緊急逃生 客艙施壓 滅火 劫機 危險品 爆裂物以及失控旅客的處理 為期到8到12週的課程 新航被視為是非安自由聲 因為過去24年以來並未發生過任何重大事故 上一次嚴重事故是發生在台灣 2000年10月31號SQ-006航班降落在桃園國際機場時 在向省颱風的狂風暴雨中撞上施工機具 機身爆炸造成83人死亡 其後變遷增加了亂流的頻率和危險性 而以後越來越多人搭乘飛機 繁忙的空中交通也更加容易遇上亂流 如果遇到像這次新航的晴空亂流 如果你沒有寄好安全帶的話 會直接造成非常大的傷害 所以我們常常提醒所有的旅客 不論在舊座時請您務必寄好安全帶 由於這次新航遇上的可能是晴空亂流 專家說這是無法直接用光學衣器偵測的 因此難以避開 資深座廠長則呼籲旅客想要飛的安全帶 殺機過程切記安全帶得隨時戲好戲滿 TVBS新聞綜合報導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